Automagic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明 Honda 在不久前正式发表了一款新车 也是大家都相当有兴趣的一款车 它就是 Honda Vezel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Honda HR-V了 没有错 在推出了六年以后 这款精品 Crossover 终于迎来了全新大换代车型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日规的新代 Vezel 到底有什么不同 不过 在这之前可以先点击一下我们的Subscribe button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Honda Vezel 也就是HRV 是一款V-Segment的SUV来的 它是基于Honda Jazz 这一台程式小车的平台 延伸出来的车型 新一代的这个Vezel 也是使用同样的方式来开发 不过这一回Honda是为这一款车 下了不少的信思 在外形上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大量保留了之前那个 Honda E-Concert 概念车的设计 所以我们在这一台车身上是看不到这个Honda Solidwing的设计了 取而代之的是 截然不同的一个设计风格 看得出Honda真的很看重这个产品 那这个新一代的Vezelhard的车头 前景造型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采用了一个和车身也是相同的一个 横式线条设计的这个水箱护罩 搭配一对锐利的LED头灯 而下方的Bumper呢则是类似这个 CRV的一个保险感的设计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前景造型如何呢? 而在车车部分呢也是很截然不同的感觉 它采用了一个长车头 搭配一个6倍式 Sports Coupe SUV的这个车顶轮廓设计 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运动化之余呢 还稍微有一点复古风的感觉哦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回这个新一代Vezel 还有一个被称为 Play 版本的这个车型 那这个车型呢它就拥有双色车顶的这个设计 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funky 更加的时髦的感觉 不过车尾的部分才是我喜欢这台车的地方 因为它那个横贯整个尾门的LED尾灯组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 迅黑式的白灯设计 只有在亮起来说它才是红色的 整个看起来就很特别的感觉 哦 忘了讲一点 这台车它的这个方向灯 是有一个流水灯的设计的 那在发表这台新一代Vezel 的同时呢 Honda 也为它提供了这个Honda XS 的原厂套件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车头部分呢 就采用了一个比较传统的 六角形 大型格山水降护照设计 就不知道你比较喜欢这个XS 的版本呢 还是原本的那个红色线条的版本呢 而在内装部分呢 这个新一代的Vezel 也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感觉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Dashboard 中控台的设计呢 是采用Honda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走的是简约风 而中间呢就有这个9寸的悬浮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呢 除了支援这个Apple CarPlay 手机互联功能以外呢 它也拥有一些时下流行的功能 包括这个被称为Honda Connect 的远程遥控功能 你可以透过手机 为你的车子解锁啊 甚至是开启这个空调系统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台车它的这个仪表盘 和空调面板设计呢 是和我国的这个Honda City RS 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会说是City RS呢 因为它的这个仪表盘就是和City RS 一样的一个Half Digital Meter的设计 但是我个人最欣赏这台车的内装部分呢 是它的这个空调出风口的设计 因为看起来很复古的感觉 而且它还多了一个炫钮 这个炫钮它又被有三种风量设计 分别是开启 关闭以及中间这个微风的控制 还蛮特别的 而在这个内部空间表现的部分呢 新一代的VASIO可以看出来 依旧是宽敞无比 我相信在这一方面它的表现呢 在同级来讲应该还是佼佼着 而且哦 这台车它依旧具备了这个 Magic Seat 的功能 在空间的运用上依旧是非常的灵活 而且相比上一代车型呢 这一回这个新一代的VASIO 它终于有这个 后座的空调出风口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大提升了它的竞争力了 同时呢 它也多了这个电动尾门的配置 而且这个电动尾门还蛮特别的哦 它除了普通的这个 脚踢式开启外呢 它的这个尾门上方还有一个按钮 你按下这个按键呢 你在这个Certain的时间离开这个车子呢 这个电动尾门它会自动关闭 蛮特别一些的 而在安全备备部分呢 这个日规版的新代VASIO 它是全车系 都导入了这个Honda Sensing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而且还是升级版哦 首先它就拥有这个改良版本的这个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便宜警示与辅助 自动远近光灯 主动式定速寻常 并且带有低速跟随系统 同时它还拥有这个能够辨识行人的 自动防撞功能 以及道路标志辨识 还有前后碰撞预警 哇在这一方面它基本上是 整个Fullbackage 而且是很丰富 最后就是这个动力的部分啊 在日本呢这个新一代的VASIO 它是有四个车型的 分别是 G X Z 以及这个顶级的 Play版本 那最入门的G版本呢 将会搭载一具 1.5L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目前原厂是还没有 释出这个引擎的 这个动力输出表现 而这一具引擎呢 将会搭配这个 CVT 无段速变速箱 至于其他车型呢 则是采用这个 HONDA ZES 以及我们的这个 CITI-S 所使用的 EHEV 也就是 IAMD 动力系统了 这个动力组合呢 拥有109PS 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高达 253Nm 所以相信它在动力表现部分 应该是蛮出色的 关于这个动力系统 我之前曾经为大家讲解过 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小白点 观看影片 虽然说这个新一代的 日规 HONDA VIZZEL 已经正式发表 但是在日本当地 也是要等到4月才会上市 至于会不会来到马来西亚呢 基本上这个我相信 是肯定会了啦 只不过 几时来 这一方面就真的是 有待官方的宣布 不过据了解之前 美国那边就有传出消息说 他们的这个新一代 HRV 也就是VIZZEL 将会有 稍微比较不同的一个设计 这一方面呢 就不知道我们这个马来西亚本们 将会是 采用 美规版 还是这个日规版呢 你对这个日规版的VIZZEL 有什么意见呢 你觉得他的这个外形OK吗 然后他的整体的这个 package配套 觉得怎样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是小明 今天的整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记得不要忘记 为我们的影片按赞 然后你觉得我们今天所提供的这资料好的话呢 记得分享出去 还有最重要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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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